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沈西成文章分享 春来人不来 华梁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卡拉OK商访响起歌声 晚风起 直阳低 柳瑶艺 徘徊在花音柳堤 有谁两相依 唱歌的是我和阿祖 阿祖的声音宏量高抗 开过我的中音 没办法 只好作为和音 年前 顾薇姐自家国富贵 商聚咖啡馆 谭歌 打不了情 到玫瑰回归我爱你 明月千里寄相思 谈过不停 忽然想起两相依 她赞说 两相依真的好听 崔萍也唱得很好 換来顾薇的山嘯 你再说一次 我朗朗其言 崔萍唱得不错 顾薇输了一口气 西成兄 你搞错了 两相依不是崔萍原唱的 她只是翻唱 咦 歌坛老前辈明明告诉我 两相依是出自崔萍的溺溺声 我不服气 我再说一次 不是崔萍唱 谁是原唱呢? 顾薇好整耳下 梁萍 你听过没有? 我找筛思索 毫无头睡 顾薇不想我困扰 开迷团 梁萍 好像听过 顾薇忍不住笑起来 什么好似听过呢? 听过就听过 没有听过也不奇怪 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梁萍 那梁萍是什么来历呢? 想起顾薇姐一句说话 要讲中国国语时代曲历史 问我好了 我斗着胆子 考考顾薇姐 不妨你讲一下梁萍 以启西城帝之谋塞 顾薇 望望我 接着说 她是四十年代上海歌星 出道给姚吏、周船池 跟吴银是同期 是她们的后辈 但就是我们的前辈 四五年正式出道 两相依以外 她的少年的我 和春来人不来 都是当年的名曲 唉 看回这篇旧文章 八夜公有很多感觉 我想起了和顾薇姐 夏丹姐 刘允姐 还有希玲 我们几个人 在铜锣湾 富豪酒店的地牢咖啡 喝咖啡 眨眨眼很多年 而我们姚尼邪姐 就没有来 那天 因为她那天 她晚上跌倒 入了医院 从此 就圆行一面 顾薇姐 最近都回到加拿大 因为年纪大了 没有飞回来 以前的一个年 一定会飞回来 一次最后一旧的 所能见到的就是夏丹姐姐 但是夏丹姐姐近年身体很一般 容易感冒 所以少出来 变成了 都没有办法跟老姐姐 聊聊天 吃餐 那些都觉得很静悍 梁萍好像前年到 在国外也是过生 即是过所生没多久 她的歌 春来人不来 真的好听 但我相信不是很多人 听过这首春来人不来 如果你们想听 可以上去Youtube 按梁萍 姓梁的梁 萍遂相互的屏 大家就是春来人不来 你听一下 你听了这些歌声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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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觉得 徐了徐小峰 欣尼 即是延传的歌声 走了都不算 都没有什么歌声 可以跟他们相近的了 最难得的 就是我们的位 欣尼 还是这么好戏 而且我欣赏欣尼 她直言无忌 好就好 好不好就不好 她不会卖给你面子 其实我们歌坛就需要这些人 直戚其非 男人都有过 周吉的儿子 近日很大胆批评 有些人说 你这么传 其实我觉得他是讲真话 周吉的儿子说得很对 现在所谓很多歌声 根本能唱到歌 一个个字录 你叫他唱Live 就死了 有些评判 拿到计目 当灵战自己都未够班 出来二十文二十五点 所以他说有些节目 虽然很流行 他不看的 周先生 真的对歌坛 真的喜爱 有良知 香港需要多些人 出来 直直起飞 不然不是运运咬咬 根本就不行的 香港现时的歌不行 其实呢 当然好的歌声 始维有关 其实最大原因 就没有好的作曲家 没有好的曲子 那你就算有好歌声 也没有用的 相辅相成的 好啦 我们不讲这个歌 我们讲回医疗 我知道 我们莫公子的母亲 最近不幸先世,莫公子就很心伤 但莫公子由今年年初到現在 直至她媽媽去世那一天 她都很努力去照顧她媽媽 每天翻風下雨,動自拐杖 都會由藤花村趕到沙田,趕到廣環醫院 去看她媽媽,我看得到心伤 沈大哥真的沒有這麼孝順 她真的孝順,香港都可以說住無僅有 所以我心裏非常佩服這個老朋友 五十多歲就可以這麼孝順 可惜伯母始終定不過病魔 她患病是癌症,全香港人最害怕癌症 莫公子在休息時跟我們說 對於癌症打標靶 她有些少許個人的看法 莫公子是不是? 請你講一講 是啊,因為其實 其實近年民建聯那邊都經常拿出來說 中藥港用的問題 為什麼呢? 她香港的藥單 香港政府醫管局的藥單 她們基本上承認的藥 她的藥單是在歐美合法用的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回歸了之後 都做不到一樣東西 就是說那些藥品 我們香港可以用內地承認的合法的藥 是沒有的 變成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說那些治療癌症癌症癌症的藥 香港 就是同一樣功能的 香港是貴過大陸10倍的 是很誇張的 變成香港有些癌症病人 即是一元他10元 即是一元他10元 是的 香港的癌症病人 現在去打標靶什麼什麼 就要回大陸去打的 就是這樣可以真的節省很多 那當然你說 那我想問 不要說暫亂過病 那你回去說 你是癌症病人 想打標靶 那內地的醫生會不會跟你打呢? 給錢就有了 即是給錢會醫治你的 那沒有錢當然沒有 沒有可能 整件事就是說 它的功能其實是一樣的 即是內地有內地的牌子 但是內地的牌子 它香港是不能用的 所以現在它香港很多次 不是不能用的 我糾正你 不是不能用的 它是不用的 它不肯用的 不是不能用的 即是不是它表列的藥物 是的 沒錯 那些物守成規 知道嗎? 硬頸 不是不用的 它是不用的 怎麼會不能用呢? 那你不能用 別人在內地用 每個人都不能用 即是它不肯用你 它不相信你 它用它那些 那這個問題呢 有些些 question mark在那裡 指定的 說醫療界 白色 就是 是是 我記得 白色 說你 日本醫療界的 因為你有這些 這樣的條文 就很容易引起 不必要的黑幕 那種 絲傷瘦瘦 所以日本就很留意 這些 醫院那種 貪戶舞弊 香港沒有人去寫 有沒有 我不敢說 是不是? 你說有沒有 就要查過才知道 但是沒有一個作家 那些推理作家 即是我老友的譚健 他不要在這裡做功夫 其實這些 才是最好的推理 就不是說 我幻想 誰殺人 誰有的人 應該死 不是不好 但是要成大家 一定要跟社會 問題相結合 這些就是 從本清 主張的推理小說 譬如你看 香港的醫療 根本就可以寫推理小說 但譚劍陳老基 都是在這裡做功夫 我們在這裡說 就是 給一些些我的意見 給這兩位後輩 我希望他們 兩個都可以成為香港 最優秀的 推理小說家 因為香港 好的推理小說家 絕無僅有 近年沒有起了譚健 還有這個 陳老基 譚健 我認識的 我很欣慰 但是我覺得 在題材方面 即是可以 跟香港的事實 相結合 會好些 即是如果走這條路 從本清 當然用你的 思維 用你的角度去寫 是不是? 只是香港醫療 值得你寫 有些人 進入了醫院 無端爆發 死了 手術 死了 是不是? 這些全部 可以 直至 批判 各種醫療上的錯誤 醫療上的重重的內磨 不要說嚇壞 這些小說很多人知道 而且對社會有意義 而且你寫得好 我相信 官方都會留意的 我認為一個推理小作家 要做到這件事才成為巨象 不是你得什麼獎就無用 台灣什麼獎 賭什麼賭什麼賭 其實 賭土壯司 沒有用的 你一定作為一個推理小作家 你要有良知 你要與社會的現象相結合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莫公子 大哥你剛才說的 就是日本那些叫做 社會派的推理小說家 他是有這種小說家的 那說回來 他拿了很多資料的 他不是作的 你覺不覺得呢? 你覺不覺得呢? 其實真的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一人癌症 就全家仆街的 因為為什麼呢? 醫療實在太貴 真的你不是說 不是說普通人頂得順的東西來的